大家好,我是阿宇 今天我们用糯米和绿豆来做一道湖北小吃 200克的绿豆和300克的糯米都需要隔夜浸泡 泡发好的糯米和绿豆清洗干净,控掉水分 准备一个两层的蒸笼 将绿豆平铺在笼部上面 然后将糯米也铺上来 盖上盖子,隔水蒸大概需要40-50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先将绿豆给取出来,糯米盖上盖子保温 然后往绿豆里面加入一点食盐 浇盐粉 再加入一点食用油 用叉子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不烫手的时候,戴上手套 用手掌给它抓捏一下 能够轻松成团,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均分成12等份,将它搓成小圆球 全部做好 然后将糯米给倒出来 趁热,用擀面杖将糯米给倒散 倒成这种带一点纳丝的状态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戴上手套,下手将它揉一下 稍微多揉一会儿,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如果沾手的话,可以在手上稍微抹一点点油 将糯米也均分成12等份 取一小份放在手心 用两个手掌给它按压成饼状 按压好之后,放上绿豆馅给它包起来 用糊口慢慢地往上面收拢 封口捏盐式 放在手心团一下 然后轻轻地按扁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一次可以稍微多做一点 做好的饼坯,给它封干 封干之后,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炸制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又简单 油温6-7成热的时候下锅 下锅之后,用筷子时不时地给它翻动一下 这样可以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 炸的时候,在中间扎几个小眼 避免它鼓大包 炸至两面金黄酥脆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绿豆粑就做好了 以前过早的时候,经常会排队买来吃 有的朋友在外地生活,每一次去的时候 都会把饼皮带上一些 这种绿豆饼真的是吃过一口回味无穷 这样做好的绿豆饼,外皮非常的浇酥 咬一口,内里软糯,咸香 真的是回味无穷 喜欢吃糯米和绿豆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做法 真的是强烈推荐 非常非常的好吃 咬一口,馅料满满的 吃再多也不会腻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爱玉,拜拜